我刚才看到你们在群里说 有一个同学喊了一句 老师来了 你们有没有感觉 就是像回到了高中一样 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场景 你们可能上高中或者初中 上晚自习 然后呢老师可能是走了 从前门走了 但是你万万没有想到 他躲在后门正在看着你们的 其实每次课 你们下课聊了啥 我自己也会去看 只不过我可能不会在直播间里去看 因为这个直播间吧 他会比较闷 我会干嘛呢 我会出去 然后我会登到我这个课堂的界面 我看看你们都聊了啥 有没有说我坏话 对趴窗户亏评 好了 其实我也特别特别能够理解大家 特别是刚刚开始学 或者你是刚接触到会计 如果你是直接听这块 你说难是很正常的 但是大家 你不能因为难 你就不学了 你就不听了呀 那你想想你当时 为啥要来报这个课呢 虽然私人的课不贵哈 那你 你说你有这几百块钱 你自己买 买件衣裳 吃点好吃的 多喝几杯奶茶不好吗 为啥我要死气白来的 我要从而听课 是不是 所以大家当时是怎么选择的 不要忘了当时那个初心 很重要 你能够坚持住你自己的初心 真的很重要 我其实特别特别讨厌 鸡汤式的那种灌输 但我发现有些时候 把不给你们说的鸡汤 嗯 就差点啥 差点火候似的 好了 回来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三个考点 是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我告诉大家一声哈 今天是10月31号 是西方的万圣节 是不是 是咱们中国的鬼节 别逼我啊 逼我 你们要是超困 我就给你们讲鬼故事 不要觉得我是一个小女生 我是学法律的女生 好吧 肚子里的这种鬼故事老多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啊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首先我们先从定义上来看一看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分别是啥 对于权益工具 可能有些同学就一直迷 很迷惑 在上次讲所有者权益的时候 就开始迷 这是啥 那你其实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上 它是一个所有者权益 但是呢 它实际上把所有者权益的概念 给你扩充了一下 你现在就是从基础阶段 你先想着啊 它就是一个所有者权益 那所有者权益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啥呀 和负债来讲 它的特征是啥 它不需要偿还 你带着这个思路 去学下面的知识 相对来说呢 就会好理解一点 记好了 这边呢 就是负债 这边是权益 两者的最主要的差别就在于 是否需要偿还 我们来看什么叫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 它只需要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由减入难 第一个就是向其他方交付现金 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做到了一个合同义务里 未来需要去以现金 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来经常付的 来给你们举例子 比如说像应付账款 应付票据 他们就属于此类 而应交税费 前面就给大家提到了 它是不属于金融负债的 因为应交税费呢 它是不具有合同义务 你上交税收 这种情况呢 是属于法律上赋予你的一个义务 它不属于合同义务 那除此之外 预收账款 包括后面咱们会学到的合同负债 那实际上呢 它也不属于金融负债 合同负债 后面咱们会提到它 它虽然不属于这个金融负债 但是它在某些程度上 会执行金融工具这个准则 我们主要来看预收账款 预收账款 它是不属于金融负债 为啥呢 是因为未来它要偿还的 不是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而是需要你企业提供的租赁服务 来进行偿还 这个就是在前面 在给大家讲总论的时候 就给大家提到了 我说预收账款和合同负债 你现在要看好 预收账款目前一般只核算 预收的一些租金 而合同负债 它核算的面呢 会相对来说表广 这第二个 然后在上次课呢 我又给大家提到了哈 叫应付职工薪酬 应付职工薪酬 它也不属于金融负债 为啥呢 在某种意义上哈 应付职工薪酬 是属于你企业和职工 基于劳动合同 这样的一份合同 所签订了 形成一个负债关系 但是你要去想哈 应付职工薪酬 它是有一个单门的 专门的准则去核算它的 所以它也不属于金融负债 人不跟你玩 跟谁玩呢 和职工薪酬那个准则去玩 所以这一块曾经在考试当中 是出过题的 出过题的 你要注意应付职工薪酬 不属于金融负债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呢 是在潜在的不利条件下 对谁不利啊 对于我债务人这一方 就是欠钱的这一方 是不利的 即使对于我来说 我很不利 但是我依然要向其他方 去交换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 这样的一个合同义务 我们通过一个典类研习呢 带大家来理解一下 它说的啥意思 这块啊 有一定难度 但它又没有 你想象那么难 然后呢 你也不要去想 哎 书上放这种题 是不是考试就会考呀 在考试当中 是一道期权呢 对于会计来讲啊 它出现的概率很低 所以这块 只是为了方便你去理解 什么叫在潜在的 不利条件下 要向其他方交付 这种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我们来看 它说 2019年5月31号 A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 是25元 A 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了 三个月后结算的期权合同 交易对手方是甲和乙 根据合同规定 乙公司以每股三元的期权价格 三元 签出三个月后 执行价格为28元的 A公司股票的看涨期权 乙 支付了三元 干嘛呢 太靠上了 甲和乙 三元 美股 看涨期权 这个看涨期权 签出之后 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如果是到了2019年8月37号 这三个月已经过去了 如果A公司股票的价格高于了28块钱 则行权对于甲公司来说呢 是有利的 甲公司这边 是有利的 为啥呀 我现在哈 乙公司是以三元的这种期权的价格 卖给了甲公司 然后告诉你呢 说未来你只以28块钱 就可以从我手上 从谁手上 从乙公司的手上 买走股票 买走谁的股票 A公司的股票 所以对于甲公司来讲 这是他有一个买的权利的 以多少钱去买呢 28元每股 那你看对他这个买权啊 如果未来A公司的股票 它是高于28块钱的 甲公司肯定会行权呀 会啥呀 我从你以公司手里 我只需要花28块钱一股买来就行了 但我从市场上 或者直接从A公司那里买 我可能需要30块钱 或者是更高的价格 那就看一下 人A公司那一天的股价是多少 所以此时对于甲公司来说有利 甲公司会选择行使该期权 一旦人甲公司这边要执行这项期权的话 我问你买公司能不能拒绝 不能 因为当时咱们在5月31号就签订了这一个合同了 你不能反悔 所以对于买公司来讲 看好要站在买公司的角度 它实际上就存在了一个不可避免的义务 什么义务呢 就是在潜在的不利的条件下 他不是亏了吗 他以为未来这个A公司的股票价格会下跌 他能挣 但万万没想到人股票价格是上涨了 所以甲公司是有利 乙公司呢是亏了的 这种情况下他不能够拒绝行权 所以满足咱们前面所说的 在潜在不利条件下 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就是第二个期权这话你不用去深究他 等到你们学采管的时候会给你们讲很多很多 但是在会计你只需要知道在这一块我们会设计 而且在考试当中出现的概率很低就可以 好接着我们来看啊 这里面 从解析上来看 乙公司呢在潜在不利条件下 与甲公司交换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应当确认为一项衍生的金融负债 既然它涉及到衍生了 在考试当中设计的概率就会更小了 啥就衍生啊 它是依附于其他的这种非衍生的金融资产的 比如说像一项期权啊期权 延伸 甲公司享有潜在有利条件下 甲公司 看好了那两个交易对手方哈 甲和乙 站在甲公司来讲 它是在潜在有利条件下 啥条件啊 就是A公司股票上涨了嘛 它可能A公司股票到30块钱美股了 但是我甲只需要28元美股去买 所以对于甲来讲 是在潜在有利条件下 与乙公司交换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利 所以甲这边应该确认为一项衍生金融资产 诶 我想问问大家哈 对于甲来讲 它形成了一项衍生金融资产 那么如果把它对它进行分类的话 应该分类为第几类金融资产呢 第几类呀 只能是第三类的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记住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特别好 再来看第三个 第三个呢会稍稍有点难度 所以呢我把前面的一个例题给大家拿过来了 这个例题在哪 就是199页 我给你们讲金融资产的时候 我不是直接跳过去了吗 我说了怎么样能够让你们更好理解呢 是在讲金融资产和权益工具的时候给你们说 所以一会儿哈 劳烦大家把你们的书再翻到199页 我们去看那个例子 更好去理解 第三条 他说将来是虚用或者是可用 自身权益工具 就拿自己的股票呗 进行结算的非衍生工具合同 非衍生 就是股票性质的这种合同 或者是债券性质的合同 而且 注意 且 企业根据该合同 最后这块很重要 他要交付的是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是以自身权益工具进行结算的 一个非衍生的工具合同 而且最后我交付的数量呢 是可变的 这种情况就需要你去透过现象去看本质 虽然他写的很绕哈 我 我很承认 他确实写的很绕 我说了这一章 很多很多地方 他写的都是中国字 说的都是中国话 但你中国人看不懂 为啥呢 很多都是从外文直接翻译过来的 所以会比较绕 那你怎么去理解他 通过下面的例子 我们来看 前面讲金融资产的时候 是站在假公司的角度去理解的 现在我们要站在以公司的角度去理解 假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个上市公司 2019年2月1号 要回购他的普通股 假 要回购 他自己的普通股 与以公司签订合同 并向以公 并向以公司呢 支付了100万元的现金 这里面是没有出现什么期权呀 远期合同的 这种条件的 所以他是属于一个非衍生工具合同 都是基于他自己股票所产生的 分好 根据合同约定 以公司将于2019年6月30号 6月30号 向假公司交付 与100万元 等值的 假公司股 假公司的普通股 假公司要回购 回购我股票的数量是不定的 反正最后金额是能够定下来的 定下来啥呢 必须要和我100万元的现金是等值的 假公司可获得普通股的具体数量 要以2019年6月30日 假公司的股价来确定 所以假公司收到自身普通股的数量 是随着他的普通股的市价的变动而变动的 那我问你 站在假公司 你们现在都是假公司 你去想一想 他最终想要的是一个啥呢 是想要100万元的现金呢 还是说他更想要他自己的普通股 比如说是100万股 或者是10万股 他想要的是啥 他实际上最终站在假公司的角度 他就想要100万块钱 只不过呢 这100万块钱我给你进入了换算 换算成啥 换算成我自己的普通股了 我可能回购完之后再发 我按照当天市场价 我再发回去 然后呢 我直接把这100万块钱收入囊中 他想要达到的是这个目的 所以此时我们再回过去看那个理论 他说将来呢 是需用或者是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自身权益工具 这里面说的就是假公司的普通股 结算的非衍生工具合同 这不6个月之后吗 要经营交付 6月30号经营交付 且企业根据合同将交付的是可变数量的 为啥会可变 因为我要的不是我自己的股数 我要的还不是我自己的股票 而是基于我自己的股价所确定出来的 和我所这个债权等值的现金 此时他也是属于金融负债 数量是不固定的 不固定的原因是因为他压根就不屑于要股票 我想要的还是钱 这是第三条 相对来说呢 也不是很难 但是你需要去自己再去细品一下 啥叫 以自身权益工具 基金结算的非衍生工具合同 而且呢 这个自身权益工具的数量是可变的 注意这两条 一个是非衍生 一个呢 是可变数量 别着急啊 别着急 再来看第四个 第四个呢 也是要看一下你们199页的表格 第四个框框 也是站在假公司的角度来分析 第四种情况 他强调将来虚用或者是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还是拿自己的股票来进行结算 但是这时候 他对应的是一个什么合同了呢 衍生工具合同了 前面是非衍生 现在是衍生 但是前面人直接告诉你了 就直接哈 正向告诉你 强调的是可变数量 但这块他是反向给定义的 但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 固定数量 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 或者是其他金融资产的衍生工具合同是除外的 这说的是啥呀 那实际上哈 这里面他又给你强调了 要有一边是变的 要么我是数量变的 要么呢 是我现金金额是变的 要么我是数量和现金金额全变 所以和前面你看哈 他实际上有一点类似 前面只不过是通过正向给你定义 说可变数量的就是自身权益工具 这块呢是给你排除固定换固定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通过这要题呢 再来深化一下 他说甲公司于2020年2月1号 向已公司支付了5000元 购入以自身普通股为标的的看涨期权 一旦看到什么看涨期权 远期合同等等 想到他是衍生工具合同 根据该期权合同 甲公司有权以100元每股的价格 向已公司购入甲公司普通股1000股 这就相当于又是一种股票回购嘛 只不过他是站在现在看未来 行权日是2020年的6月30号 再行权日期权将以甲公司普通股的净额结算 净额 啥叫净额别着急 咱们看他后面啊怎么约定的 假设行权日甲公司普通股的每股市价是125元 125 那么期权的固定价值是多少呢 这块怎么算啊 看好 期权他强调的是未来的权利 这个未来的权利中间是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风险 那最开始的时候 你们约定是以100块钱的价格去购买人家股票 现在人家股票的价值呢 到了125 所以中间所承担的风险 包括货币时间价值等等 它的价值 我们就可以把它等同于是期权的价值 所以这个期权的价值怎么去求的呢 实际上就是当天的股价 减去呢 你行权的价格 实际上这里面就是一个内在价值的概念 内在价值的概念 这块后面讲股份支付还会给大家去提到 啥叫内在价值哈 你现在就把这个公式记在旁边 它应该是用你行权价 行权价 再减去呢 错了 应该是用股票市价 在减去行权价 应该是你期权的一个内在价值 股票的市价 在减去行权价 所以此时期权的供应价值 应该是两万五千元 甲公司会收到二百股的现金 二百股股票 这个数咋算出来的 因为当天你的股票的价格是一百二十五元每股 然后你已经算出来了 期权的价值呢 是两万五 所以我这样一折合 那实际上我会收到二百股的自身普通股 因为我们结算的是净额 啥叫净额呀 看出什么叫净额呢 净额实际上就是就你期权或者股票增值的这一部分进行结算 这叫以净额去进行结算 期权合同属于将来续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去进行结算的衍生工具合同 拿自己股票嘛 由于合同约定 以假公司的普通股净额结算 期权的供应价值 而非按照每股一百元的价格 全额结算一千股的股票 不是我数量也定了 股数也定了 金额也定了 因此它是不属于上面咱们说的 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 一旦不属于这种情况 它就应该分类为啥了呀 分类为金融负债了吗 金融负债 再给大家强调一遍 你要自己慢慢的去分析 分析啥 首先什么叫净额 净额结算的就是你期权 或者你股票增值的那部分的价值 然后这个股数你怎么去确定的 那你要看一下 你未来你这个股数 它能够增长的幅度是多少 那你想想啊 站在假公司这个角度来讲 假公司的这个角度来讲 它要的是我未来固定数量的股票吗 不是 它想要的是什么 是未来我股票期权增长出来的这部分价值 也就是咱们刚才说的内在价值 如果想好了 想好 如果我当天的股票的价格变成了130了 这块股票价格变成130元 那么此时我股票期权的供应价值也会变 变成多少呀 那就应该是130再减去100乘以呢 1000 此时应该是3万元 那么如果是以普通股的净额来进行结算的话 那么此时我要交付的股数是多少 应该是用3万再除以130元每股 此时应该是在230股左右 对吧 230股左右 所以你会发现 你此时股数也是在发生变动的 那站在假公司来讲 它是为了要自己的股票吗 不是 它还是想要的是现金 要的是中间股票的期权价格增长的 这一部分的幅度 要的是这个 好 这一块啊 我之前就给大家打过预防针了 特别是零基础的同学 你说你想一遍 你就给它吃透了 不太可能 因为它涉及到金融学 涉及到你们财管的 所以客下自己多努努力 好不好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要题 这要题呢出现了 其实对于大家来讲挺突兀的 因为前面你觉得 哎呀学的那么难 然后突然就来了这么一个简单的题 就拿这个 我们换换脑子 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吧 金融负债满足四个条件之一 那我们来分析 问你下列各项当中 不属于金融负债的 有哪些 A 按照产品质量保证 承诺预计的保修费 刚讲完 第十二章 会有事项 应该怎么样去写会计分录呀 A选项应该如何去编写会计分录 借借销售费用 代预计负债 那么预计负债 未来你要怎么去偿付呢 第一种 保修期结束了 没有人来找你 那么此时 你就可以直接给他反冲 另外一种 就是你这个企业 在保修期内 这个产品真的发生问题了 此时你要就给人提供 保修服务 那你此时交付的是 现金或金融资产吗 不是 所以A 它不是金融负债 A不是金融负债 B 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 预收的销货款 按照销售合同的约定 预收的销货款 用啥去核算 先回答我这个问题 他应该用哪个科目去进货算 哪个 合同负债 那么对于合同负债 你未来需要偿付的是啥呢 需要偿付的是商品 或者是服务 他执行的是收入准则 所以他呢 也不属于金融负债 不属于 C 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 应支付职工的工资 前面给大家提到了 执行的是职工薪酬准则 不属于金融负债 第四个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 预付的设备采购款 递选项说的可 可好 好在哪呢 首先你先去从大的范围上去判断 它是否属于企业的负债 我预付的一个设备的采购款 应该寄到哪 寄到预付账款里吧 预付账款 从资产负债这几个要素的大类上来看 它是负债吗 它不是 它是属于资产 那么就像最开始同学们所问的那样 预付账款是否属于金融资产呢 不属于 为啥呀 因为未来我需要偿付的是啥 设备 或者是劳务 或者是服务 不是以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进行偿付的 所以它也不属于金融负债 A B C D都应该入选 在通过这套题呢 我还要给大家去强调一下 在考试的时候千千万万要仔细要认真 你要看一下这个题是否定式的 还是肯定式的 像这套题它是一个否定式的 那你后面去判断的时候 你就可以在后面做标记 比如你打个X 就意味着它不属于金融负债 这样省得你最后选的是 漏选或者错选 好 这题呢 选A B C D 前面给大家提到了关于金融负债 满足四个条件之一 那你说这个定义重不重要 我告诉你 在住块会计阶段 专业阶段 定义的理解 定义的考核 它都很少 几乎是没有不会设计的 那你为啥还要讲啊 因为我不讲 我后面没有办法给你讲原则 所以呢 你还得听我去唠叨唠叨 前面讲完了金融负债的定义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叫权益工具的定义 要注意去理解 金融负债是满足四个条件之一就行 那么权益呢 他要求的是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的 发行方应当将发行的金融工具 分类为权益工具 前面给大家提到了哈 我说如果是考你金融资产的话 就后面落脚点考你金融资产 那他一定是站在投资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的 投资方就买的这一方 然后呢如果是考你金融负债或权益工具 他应该是站在发行方的角度 发债发股的那一方去考虑的 你得分清楚哈 什么叫发行方 什么叫投资方 什么叫购买方 销售方 这几方你得能够区分得开 那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呢 先来看第一个条件 该金融工具不包括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给其他方 不包括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给其他方 或者呢是在潜在不利条件下 与其他方交换金融资产 或金融负债的合同义务 哎你会发现哈 他和前面讲金融负债的第一条 和第二条是不是类似 只不过第一条和第二条 是从正向上来看的 这个说的什么 反向 前面讲金融负债的时候说了 满足四个之一就行 但是这块告诉你 需要同时满足 同时满足 那他俩捏到一起啥意思啊 说白一点 他实际上就是告诉你 我如果想要分类为权益工具 那么我第一条需要满足的就是 我不需要偿付 我没有这样一项义务 前面不是给大家说了吗 所有者权益 我最后是想要把你 是想让你把本金还给我吗 不是的 我想要的是啥 我想要的是我股东的权益 所以这块啊 大家去关注一下 第一条告诉你的 就是没有一个需要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没有这样的一项义务 第二个 将来需用或可用企业自身权益工具 结算 该金融工具的 自身权益工具结算 回想一下 金融负债那块讲第一 第三条和第四条 是不是也在说自身权益工具去结算 回去啊 你们可以对比去看一看 他也是在强调拿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 但是在讲负债 咱们分了 分成啥呢 衍生工具合同和非衍生工具合同 这块又把俩给捏到一起了 看好 如果该金融工具是一个非衍生的工具 就是股票 债券的这种直接性的合同 不包括交付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进行结算的合同义务 不包括 前面说的是啥呀 如果是拿我自身权益工具去结算的一个非衍生工具合同 那么我一定是交付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所以他在否定哪 否定前面金融负债的第三条 是不是 金融负债要求你交付的是可变数量 因为最终我就想要的是钱 想要的固定金额的钱 但是我现在我不需要偿还呀 我金融是不固定的呀 所以此时我把这条给你排除了 排排除的是第三条 第三条 然后第四条说的是啥呀 依然是拿我自身权益工具去进行清偿 结算 但是我结算的是啥 是一个衍生工具合同 衍生工具合同 当时我们排除的是谁 给负债下定义 是以排除法 是不包括以固定数量去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 现在怎么着 你那边不是把我排除了吗 好了 你不要的我要 我要是谁呢 如果是固定金额的自身 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去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来结算 这种 记住五个字 固定换固定的 那么它就属于权益工具 所以上面否定的是金融负债的第三条和第四条 所以你会发现 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他们两个概念实际上是属于互补的 你金融负债不要的 我权益工具来 因为他们两个对于负债来讲 包括这个所有者权益来讲 都是企业筹资的方式 那可不是非此即彼呗 这几个定义还是那句话 你不需要去记 但是你至少你要知道啊 固定换固定的 至少哈 你到目前为止你应该记住 固定换固定 应该是属于权益工具 如果要是交付可变数量的 自身权益工具呢 他应该属于金融负债 至少这两条 你自己心里哈 要有一个印象 要你第一轮你学啥呢呀 是不是 好了 来 前面哈定义 给大家说这么多 需不需要掌握 不需要去背 不需要去背啊 那你需要记的是啥 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区分的基本原则 这是你需要重点去掌握的 因为后面你去答题也好 包括你在这个做平时的练习也好 都是需要通过基本原则去分析的 基本原则呢 咱们书上写的也比较多 我在这块呢 实际上给大家做了删减 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思路去记就行 第二轮行者阶段 可能会给你适当的补充 因为第二轮呢会更加的应试 告诉你们一些该背的 到第二轮行者阶段你该背了 但现在阶段呢 你只需要把基础理论知识了解就行 我们先来看第一条原则 第一条原则是啥呢 就是看看你有没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合同义务 其实就是看你有没有合同义务 这个合同义务是干啥呀 拿钱或者拿其他金融资产 简单计就是看我需不需要付钱 需不需要付钱 那么最简单的一种形式呢 就是看合同条款的约定 对比如说我卖了一批商品 卖了一批商品呢 当时你说我没有手里没钱 然后你说呢过两天你再给我 或者过一个月之后你再给我 这种情况下从合同上来看 它就是对于你来讲 你们购买方那边来讲 它就是会具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合同义务的 但是还有一些情形 你是需要去透过现象看本质的 而且这些也是在考试当中会重点考察到的 来看 我话清呢啊 需要去关注 他说是啥 如果企业不能无条件的避免 或者是不能无条件的避免 以现金 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履行 一项合同义务 常见的情形包括 第一个不能无条件的避免赎回 不能无条件的避免赎回 即金融工具发行方不能无条件的避免赎回此项 金融工具 啥意思 比如说现在呢 我发行了一个优先股 优先股 发行了一个优先股 你们作为购买方 你们现在是购买方 我呢 是作为发行方 如果在我的合同条款里说 说啥呢 未来如果连续几年我不给你派发优先股股利 那么我就必须得赎回 就我再从你们手里再把这个东西给买回来 这叫赎回的过程 那你就要去看一看 你要去分析 刚才咱们说了 赎回它是有条件的 啥条件呢 就是我不给你们发股利 发优先股股利 那我就要看一下 我不给你们发股利这个事 我能不能控制呗 如果说未来我是能够控制 我每年我都按期去发 我有钱 我有可多可多钱 我每年都能够按期按时的 按金额 把你们的股利呢 都给你们派发完毕 那这种情况下 对于我来讲 实际上是不存在一项 不可避免的合同义务的 因为没有一个强制的赎回权 强制的赎回义务在里面 我不需要赎回啊 我能够按时的去履约 但是 听好了 再给你们举个例子 如果未来的某一天 当时咱们的条款是这样约定的 如果未来的某一天 我的控股股东变了 原来呢 是 中格控制我 对吧 然后呢 现在换成小金老师了 控制我了 我的控股股东变了 我现在想问问大家 对于我控股股东变了这种事 我讲讲能不能控制 我原来直属领导是中格 后来变成小金老师 你觉得我能控制得了吗 我说我不干 我就必须得在中格后皮 我跟着他 是控制不了的 天要下雨 你要嫁人 你是管不了的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合同条款当中约定 你一旦控股股东发生变化 那么你必须要把你的优先股给他赎回 因为你的金妈妈已经不同意 你把优先股发出去了 此时 对于我来讲 对于我讲讲来讲 就会构成一项不可避免的赎回义务 那么我就应该把这项优先股分类为啥 金融负债 金融负债 这是第一个看看能不能无条件的避免赎回 第二个是强制负息 强制负息 啥叫强制负息啊 正常情况下 你看优先股嘛 从形式来看 它应该是一个股票 股票 那股票我应该每年呢 给你们的这个股利的金额呢 是不固定的 要看一下我当年的盈利情况是怎么样的 但是如果有一天我当时啊这样约定 说呢你可以今年你可以不还 明年的你也可以不给我鼓励 但是咱们得有一个惩罚机制 啥惩罚机制呢 你今年不给明年咱们这个鼓励 它的利率就要跳升 跳升什么样 原来最开始咱们约定可能是6% 每年呢我都会增长1% 每年增长1% 一直增上不封顶 你还管不管 反正你会发现 如果我一直不还下去的话 那么我将会变得负债累累 就像现在借的那种什么高利贷 对不对 利滚利滚利滚利 我不还不行啊 所以这实际上对于我来讲 就会有一项间接义务 啥义务啊 我必须得把利息还给你 要不然的话 我这个负债产生 我未来就越来越还不了了 所以大家去判断 是否会构成一项 不可避免的合同义务的话 要关注这两点 而且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透过现象看本质 来看 如果企业能够无条件的 避免交付现金 或者其他金融资产 那么此时就不构成金融负债 多绕 是不是啊 都用否定式的 说的是啥呀 就未来我必须得偿还 那么他就是我的负债 你这样说多清楚 多明白 是不是啊 都是会计人 为什么我们要互相为难呢 但是他必须得这样说 这样说显得有文凭嘛 对不对 为啥我每次上课 我都要戴个眼镜啊 这不显得我有文凭嘛 要不然的话 本来眼睛啊 可能就看不太清 然后再迷离一点 更镇不住你们了 这是第一个 有些金融工具 可能虽然没有明确包含 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条款和条件 但是有可能会通过一些 其他的条款和条件 间接的形成合同义务 所以记住 透过现象去看本质 然后呢 在咱们书上 206页 有一个判断一项金融工具 划分为权益工具 还是金融负债 不受下列因素的影响 这块呢 是完全实际性的内容 我不给你们读了 你们等到明年考试之前 自己再看一看就行了 因为在有一年哈 他考过 因为必然一套卷子当中 肯定会有一个到两个小题 是考你纯理论性的内容 好不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是啥来着 看你有没有义务 这个义务呢 不仅看直接 还要去看间接的 主要体验在俩 一个是赎回 一个呢 是负息 赎回和负息 清楚吗 清楚了 得清楚了 接着再来看第二个 是否通过交付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来进行结算 固定数量 对于企业 以自身权益工具 结算的金融工具 其分类需要考虑所交付的自身权益工具的数量 是可变的 还是固定的 那我现在想让大家和自己去总结一下 你觉得我交付自身权益工具是可变的情形 它对应的是金融负债呢 还是不可变的情形 对应的是金融负债呢 简单的去理解 通过前面给你们讲定义 要求的是啥 负债它对应的一定是可变的 可变的 所以来看 第一种情形 是基于自身权益工具的非衍生工具 啥就衍生和非衍生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点在哪 就是看固定还是不固定 如果是对于非衍生工具来讲 如果发行方未来有义务交付的是 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来经结算 则该非衍生工具是金融负债 强调可变对应金融负债 否则呢 就是权益工具 第二个 基于自身权益工具的衍生工具 就是期权 或者是远期合同 这种 对于衍生工具来讲 如果发行方只能通过 以固定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经结算 他强调的是固定换固定 给你定死了 定死了他是谁呢 他是权益工具 那你不要的全是集中负债了呗 那就意味着我至少有一边是变的 所以记住了吗 负债他对应的一定是可变的 要么是数量变 要么是金额变 反正必须得有一方变 我不管你是衍生合同还是非衍生合同 反正我只认可变两个字 我们来看后面说 如果发行方是以固定数量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的是可变金额的现金 或者其他金融资产 或者呢 是以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固定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或者是以可变数量的自身权益工具 交换可变金额的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 是不是前面我给你提的 只要看到可变 别管你是双方变还是一方变 我都应该把它做成什么 金融负债 OK不 所以是不是觉得也没有那么难 看起来前面说定义的时候 哎呀 这些例子吓死了 但是说实话啊 这块它真的不难 而且每年你说考不考题考题 2020年的时候考过的 2021年 因为咱们目前收到的题呢 还不是特别特别全面 所以不太确定 但是通过就是之前做直播 有同学反馈 说今年也是考过的 所以这块呢 大家需要关注 啊 吓死了哈 来 我们来总结一下 在咱们书上207页有一个原理详解 这个原理详解呢 真的是中哥一个字一个字 给你们码上去的 所以辛苦大家 课下的时候呢 好好去看一看 好好去看一看 那么我接下来 我借这个原理详解啊 就相当于呢 是给大家抛出一个砖 这个砖的目的是干啥呢 是让大家更加清楚的 就不那么啰哩啰嗦的 整一大堆 让他更加明白 把咱们前面所讲的这个原则 再理一理 理啥呢 其实就两条嘛 两个原则 哪两个原则 第一个 看是否有义务 是否有义务 那出了两条线呗 第一条线 有义务 那你就应该是金融负债 第二个呢 无义务 就是权益工具 金融负债 和权益工具 那这里面对于义务的理解 大家一定要去透过现象 看本质 看的本质是啥呢 就是看直接 和间接 比较长考的 就两 一个是看 是否赎回 能够避免赎回 你能不能自己去避免 这个事 你自己是可控的 还是不可控的 第二个呢 就是看一看 你是否具有这种 强制复习的义务 强制复习的义务 对于强制复习这里面 比较常见的 就我刚才给大家举那例子 利率跳升 你不还 反正呢 咱们就一直在累加 一直一直往上累 这是一种情形 除此之外呢 还有后面 咱们讲这永续债的时候 会给大家插一个 叫什么呢 叫利率跳升 叫这个 鼓励推动 机制 和呢 鼓励 制动机制 鼓励推动 和鼓励制动 这两个说的是啥 鼓励推动 就告诉你 你发鼓励 你也得给我发优先股 鼓励制动呢 你不发鼓励 就是你不给我发 你也不能去 给普通股去发 后面会介绍这种概念 自己先知道一下 它可能会影响到你的 强制复习义务 强制复习义务 这是第一条 第二个原则 就是看一下 交付自身权益工具 来结算 交付自身权益工具 来结算 那你看 如果交付的是可变的 你别管是衍生工具合同 还是非衍生工具合同 反正我只要可变 那么我对应的呢 就应该是一个金融负债 因为我想要的不是你的股票 我想要的是钱 要钱 如果是不可变的固定的 要特别特别关注的呢 就是有一个固定 换固定的衍生工具合同 它应该是权益工具 如果考试的时候 它参考的点 也无非就是在这 后面呢 咱们会不断的拿题去强化 所以大家 不要太过纠结它 而且我告诉你 就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说实话 我为什么有些时候 我是能够走到你们内心 我是知道你们自己在想什么呢 因为我真的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我学一个知识点 就别人可能一下子看了一遍 就懂了就透了 我不是 而且我比较有忌讳的 就是别人跟我讲 我不喜欢别人把他的那个思路套给我 我喜欢自己去琢磨 但是你自己去琢磨哈 第一点就是你这个事你记住了就是记住了 但有可能吧 你跑偏 走弯路了 就你记茶批了 能懂吧 所以你要看一下哪一种方式呢 更加适合于你 通过我这么多年的考试经验来看 我觉得自学更适合我 好不好 嗯 好了 这个这个条 这个图你得记下来 然后记住哈 为了咱们体现对钟妈妈的这种尊重 原理想解一定要看一看 它真的是一个字一个字累出来的 好吧 接下来的时间呢 咱们就通过题来强化 就通过题目去锻炼一下 你对前面那两个原则 你看你理解的透 还是不透 先看13-5 甲公司发行了一项年利率是8% 无固定还款期限 可自主决定是否支付利息的 不可累积永续债 其他合同条款如下 一般啊 第一条没啥太大的作用 主要是看下边的这几条 第一条 该永续债嵌入了一项看涨期权 允许甲公司在发行第五年 即之后以面值回购该永续债 这里边说的是啥 回购 和前面对应的是什么 赎回 回购吧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它大多数强调的是一个权利 我自己能够买 自主去买 而赎回呢 它更多的强调的是一个义务 就是人家卖 我不得不往回买 能懂吧 虽然都是往回买 但是呢 你从这两个词来 就是死戏去追究的话 其实回购 它更强调的是一个权利 而赎回更加强调的是一个义务 嗯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如果甲公司在第五年年末 没有回购该永续债 则之后的票息率增加至百分之十一 也就是前面说的利率跳升 票息递增 第三个 该永续债 在甲公司向其支付普通股 鼓励时 必须支付 这就是一个鼓励推动机制 就你给普通股 那我优先股 或者永续债 这些持有人 我也不差啥 你得把这个鼓励给我 然后甲公司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这一条是很重要的 甲公司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能够自主的决定 普通股鼓励支付 而且呢 该公司在发行永续债之前 多年来都是会支付普通股鼓励的 现在就让人去分析 甲公司所发行的这个永续债 它究竟是作为权益工具呢 还是作为金融负债呢 你来去分析一下 这三条 首先第一条呢 看上期权 它有一项回购的权利 既然对于你来说是一项权利的话 怎么着 你可以行使也可以不行使 所以没有一个强制性的义务 这是第一条判断 第二条 我不是有票息递增吗 但是我发现增加到11% 我不怕 我可以随意的 反正你最多最多 你就翻到11% 我觉得我可以接受 所以从间接上来看呢 也没有构成一项义务 第三条 是支付普通股鼓励的时候 我必须要支付这个永续债的相关利息 但是呢 我通过这么多年来看 我也没有发生过违约 我给我普通股呢 我这个股利我照给 而且我能够根据自己的意识 机制来判断 我要不要去给普通股鼓励 反正我普通股 我不发 你优先股 你永续债的持有人 你不要眼红 所以通过这些条来看 我们主要对应的是第一个原则 对于假公司来讲 它并没有形成一项义务 不可避免的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所以应该判断为啥 权益工具吗 但是你要去分析的时候啊 你得建议大家呢 是能够按照这些原话去分析 你实在不行 你抄原文呢 然后呢 你往上套 我们来看一下啊 他说股利制动机制和合同条款 要求的呢 是不宣告优先股股利 也不能够去宣告普通股股利 这是再给你解释两个概念 这是制动 制动机制 推动机制呢 就是你给普通股 你也得给我优先股 这两个定义你不用去理解啊 你不用去背它 没啥太大意义 然后我们来看 尽管假公司多年来 均支付了普通股股利 但是由于假公司 能够根据相应的意识机制 自主的决定 普通股的股利的支付 并进而影响永续债利息的支付 对假公司而言 该永续债利息 并未形成支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没有义务 而且尽管假公司 有可能在第五年年末 行使回购权 看好了 这是对他的一项权利 但对于他来讲 并没有形成一项义务 权利你是可行使 可不行使 但是义务你是必须要履行的 如果没有其他情形 导致该工具被分类为金融负债 则永续债应整体被分类为权益工具 虽然呢 有利率跳升安排 但是这项安排并不会影响你构成 并不会构成企业无法避免的一个支付的义务 那有同学可能会说 老师呢 究竟他得跳到啥程度 才能够对于企业造成威胁呢 一般哈 提干当中 对于利息跳升这块 都会给你一个明确的指示 比如说 要么他就告诉你 没有封顶 没有限制的限制 一直跳 你不还 要么呢 他可能就会告诉你 这个 假如说当时我们可能约定一个较低的利率 是6% 然后我跳跳跳 跳到9% 这个9%呢 是同行业发行的同类型的债券呀 或者权益工具 它的一个普遍的利息 那你看 既然同行业人都能受得了9% 对于我企业来讲 也是构不上任何威胁的 所以对于利率跳升这块 大家不要过于纠结 不要参杂到太多的这种 个人的职业判断在里面 说我这个不行啊 我这从银行借点款 当时贷款的时候 4.2%几我都不行不行的了 我吓得小心脏 扑腾扑腾的了 但你要想到一个企业 它的偿债能力 你如果4.4%几的都偿不了 那你还发什么企业债呀 嗯 好了 这是第一个 再来看13.6 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都是在练题 所以大家 精神的啊 精神的 13.6 13.6呢 他有一点点难度 因为他说的就更不像人话了 所以大家再忍一忍啊 忍一忍 他说假公司发行了一项 年利率是8% 无固定还款期限 可自主决定 是否支付利息的 不可累积永续债 啥就可累积 啥就不可累积 你也不用去理解 反正我能够自主决定 是否支付利息 合同条款中包含的投资者保护条款如下 保护的是谁 保护的是买债的那些人 嗯 买债的 当发行人未能清长到期的应付其他债务 融资工具 企业债 或者是任何金融机构贷款的本金或利息时 发行人立即启动投资者保护机制 啥意思 就是别人的钱还不了了 得赶紧 我自己哈 我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 小心脏就开始跟着扑通扑通起来了 然后呢 我还得想着还不上我的打准啊 那我就要立即触发这个保护机制 要对我自身寻求保护 避免哈 我自己的债权流失 即主承销商 于20个工作日内召开永续债持有人会议 永续债持有人有权对如下处理方案进行表决 从形式上来看 还是一个债 第一个 无条件豁免违反规定 没有条件 你就可以这个违反规定 然后第二个呢 是有条件的去豁免 你违反规定 即如果发行人采取了补救方案 比如说增加担保 并且呢 在30个日30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法律手续的 则豁免违反约定 当时支付利息啊 或者支付本金这个约定你就可以违反了 因为呢你已经采取了其他的补救方案了 如果上述的豁免方案经过表决生效 发行人应当无条件接受持有人会议上做出的上述决议 并于30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的法律手续 如果上述方案未获得表决通过 则永续债本金本息应在持有人会议召开日的次日 立即到期应付 这说的是啥呀 你可以吧去违反当时咱们这个约定 但你违反约定是有前提的 你得给我当时的这个债务提供一定的担保 如果你的担保的金额或者是相关的都没有达到我心理预期的话 你怎么着 你是不能被豁免的 不能够免除这项债务 你还得还 所以通过我刚才的分析 你会发现投资者保护机制 对于投资者的保护是十分十分的强大的 强大在哪 你必须得还 除非你能够增加担保 但这个担保的金额呢 还得通过我债权人会议进行决定 所以通过这种形式上来看它啥呀 你没有办法去避免你去偿还 你可以去拖延 但是拖延还需要经过人家债权人的审核 所以它应该作为一项金融负债 这一块啊 因为它涉及到了很多很多法律上的这种专业术语 可能对于大家来讲呢 会有一点难度 从考试上来看 这个例子它是从来没有设计的 所以咱们简单了解 看一下解析 首先因为受到市场对生产经营等因素的影响 能否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到期的债务 不在假公司的控制范围之内 他自己控制不了 即无法控制是否会对债务产生违约 其次当假公司对债务产生违约时 其无法控制持有人大会上 能否通过上述豁免的方案 因为毕竟你自己不是债权人 你是一个债务人 你现在是属于人为刀足 你为鱼肉 你让人家任由人家去剁吧 剁惜碎 然后而当持有人大会决定不获免时 不免除你这项义务的时候 永续债的本期就需要到期支付 因此假公司不能无条件的避免以交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来履行一项合同义务 即该永续债符合金融负债的定义应当被分类为金融负债 前两个前两个例子对应的呢都是永续债 但是第一个例子分类的是权益工具 第二个例子分类的是金融负债 也就是我一直在给大家提到的 对于金融负债和权益工具 大家需要重点关注的是透过现象看本质 那实际上想一想 它和咱们前面所说到的会计心理指南要求当中的谁 是相关的 谁啊 实质重于形势 是不是啊 实质重于形势 你不能看人名上有个债 你就直接把人划分为金融负债了 因为它也有可能是权益工具 好不好 有点感觉了哈 考啥题是不是啊 从2020年和2019年哈 两年考察的都是给你这种案例 然后让你去分析 可能给你一个案例之后 然后ABCD给你几个选项 其中有一个选项呢 就是对应的 它应该划分为金融负债或者是权益工具 然后其他几个选项呢 表示都是它应该如何经会计处理的问题 好吧 基本上都是纯分析的题 偶尔会考察你会计处理 咱们再来一个啊 趁着这股热乎劲 再来一个 13-7 他说假公司2019年经批准发行了10亿元的中票 其发行合同约定 一个采用固定利率 当期票面利率呢 等于当期的基准利率加1.5% 前五年的利率保持不变 从第六年开始 每五年重置一次 但是票面利率最高不超过8% 我虽然利率跳升 但有封顶 此时通过第一条来看 它是不构成一项不可避免的 间接义务的 第二个 每年7月支付利息 经提前公告 当年英语发放的利息是可以递延的 但是复息前12个月 如果遇到向普通股股东分红 或者是减少注册资本 则利息不能递延 否则递延期数 次数呢是不受限制的 什么叫递延呢 就当期利息你可以先不还 你后面呢再给我 但是这里面你不还是有前提的 啥前提呢 你得没向普通股股东去分红 也没有呢减少注册资本 第三个 自发行之日五年起 假公司有权决定是否实施转股 第四个 假公司有权决定是否赎回 赎回前呢 长期存续 既然你能够有权利去决定是否赎回 而且没有一个强制性的这种义务要求你 你必须赎回 所以它呢也是不构成一项 不可避免的义务的 第三个 转股也是由你假公司自己去决定 所以它也不会构成一项义务 那最重要的就是分析谁啊 分析第二个呗 第二个来看 再给你们重复一遍 它要求的是呢 你的票息是可以递延 但是有两种情况 你就不能递延了 当期你必须支付 第一个就是 当你向普通股股东去分红的时候 第二个呢 是你企业去减少注册资本的时候 那我现在最主要的就去分析 企业对于它是否向普通股股东分红 以及是否减少注册资本 对于企业来讲 它是否是可控的 是否是可控的呢 可控和不 不可控 可控啊 我有钱我就发呗 我没钱我就不发 你又没说我偏的也给你发 所以对于我企业来讲 是否向普通股分红 以及是否减少注册资本 都是我可控的事项 而且134这几个条件 又没有对企业形成一项 不可避免的合同义务 所以它应该分类为啥 权益工具 权益工具 斯尔解析 根据合同条款 假公司可以无条件的避免交付现金 或其他金融资产 有哪些 括号里的这一堆 你说老师我考试的时候 我都答上吗 最好是都答上 但你不答哈 通过这些年的考试来分析 金融资产和权益工具 这块会有三分左右的题 一般它怎么考 就是这两年考的都是大题啊 就是一个资料 让让你分析 首先第一个就让你去辨别 说明它是哪一类 你得答说这类别 基本上占一分 然后理由是一分 接着让你去写快捷分录是一分 所以一般情形 对于同学们来讲 这道题哈 你最保守的得分 应该是二分 就通过现在 我给你们讲的这些 你应该拿到二分了 那二分 第一个分类你得分对 第二个呢 是会计分录 你分类都对了 会计分录你还能写错吗 会计分录你也得写对 至于理由这块 很多同学是答不全的 你就得通过做题 不断去找题杆 然后呢 把一些条件 能写的你都给它写上 但千千万万 别把负债的条件 对应到权益上去 好不好 嗯 也就二到四分 不会高 所以呢 大家也不用过于纠结 好吧 那我们先休息几分钟 六分钟吧 六分钟之后呢 咱们回来